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起河底水管暴力事故就导致冰岛西南县以及微省约20万户的用水户受到断水或是滴水压的影响 民众原本为明年1月大治水而准备的水桶如今是提前派上用场应对眼前这场突发的水工影响 那么根据官媒日报记者了解西南县自今天早上就面对水工受影响的地区就包括了佛洛杉贝以及宫巴 滨州首长佛洛杉贝区特别协调官位详敬在接受官媒日报记者访问时就说到 佛洛杉贝确实是面对低水压甚至是断水的情况 但对于有储水的居民暂时影响是不大的 有些居民则是提取了河水用以冲洗厕所等卫生用途 至于冰岛市政厅执照及公共卫生常务委员会交替主席陈树香 则是证实冰岛市政厅今早也接获来自佛洛杉贝巴沙面对低水压的求助电话 那么市政厅也已派出水槽车前往援助 那么至于冰州供水机构则在昨晚请来了潜水员摸黑下水检查爆裂的水管 发现该水管的表面有一个大约20公分乘以30公分的破洞 那么该机构将焊上一块钢板来堵住水管上的破洞的 冰州供水机构今天下午4点多也在官方脸书专页发布贴文 指水管的维修工作将于今晚10点展开 预计耗时24小时 威省冰岛部分地区将因此面对水工中断或是低水压的情况 而铁资还附上了水工受影响的地区名单以及地图 而地图标注黄色的部分为低水压 而红色的部分则是水工中断 那么文告中还指出 处于水管输送末端以及高处地区或许会更早面临水工影响 那么该机构就劝请民众在水工受影响之前 储备足够的水 并对所造成的不便之欠 并感谢大家的谅解和合作 那么该机构将会持续的透过领事专页更新水工受影响的资讯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 槟城大桥国际马拉松赛 那么这场赛事虽然是已经落幕了 但余波未了 赛事筹委会主席兼兵州行政员黄汉伟就谴责民政党全国熟理主席胡洞强 发表有关于该赛事讲台的不实言论 并要求胡洞强向所有参赛者公开道歉以还原真相 黄汉伟今天发文稿说 胡洞强在毫无查证的情况之下就草赛的以一篇虚假的新闻 为依据进行无谓的抨击 其行为不仅低级而且手段低劣 是在攻击主办单位 那么黄汉伟就重申 讲台上的月份December并没有拼写错误 误读的现象只有在特定的光线和角度下 侧着观看讲台时才会出现 黄汉伟还说 胡洞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便发文告 充其量只能被称为是一位纯粹的文告大王 更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和政棍 那么槟城的大桥国际马拉松赛呢 并没有沦为笑柄 相反的丢脸丢到国际的是胡洞强自己 那么另外黄汉伟还指出 有一名参赛者曾在社交媒体发帖称 其全马拉松的奖牌断了的情况 而奖牌供应商也已经主动联络对方 并将寄送全新的奖牌给这位来自吉兰丹的参赛者 那么他说参赛者呢 对于主办单位的迅速反应表示感激 并已经删除了相关的贴文 那么刚刚呢 被黄汉伟点名的胡洞强啊 并没有因此退缩 反而是继续发文告 为民请命 胡洞强就抨击政府 明年起呢 对在酒店以及餐厅举办婚宴者 分别增收8%以及6%的服务税 而且还对海外网购500令吉以下商品者呢 增收10%的这个税务 他就质问政府啊 是否是在欺负人民 胡洞强指出 瞌睡猛如虎 西蒙政府呢 仅仅上台执政一年 就不断的公布呢 新税务以及提高税率 人民啊 如何是好 他说老百姓可说是无处可逃 政府啊 是连弱势群体也拿来开刀 换个焦点 年终学校假期呢 是已经开始啊 是出游的旺季 那么近10万名的大马人 就趁着这个时候 涌入泰国旅游 吉达州移民局主任呢 莫哈默李祖安 今天就发文告指出 黑木山移民局大厦 从本月的15号起 就因为很多人出进到泰国旅游 使得呢 该关卡出现了异常堵塞的情况 他说 为了疏解关卡 人潮拥挤以及交通大排长龙的情况 当局呢 会视情况做出调整 以随时增设4-6个服务柜台 让民众呢 能够快速通关 那么在刚过去的周末 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这个陆路关卡 同样是人潮满满的 通关者高达130万人次 远远超过了冠病疫情之前的通关人次 那么出游当然是开心的事 但大家呢 可别忘了要做好防疫 那么卫生部呢 今天就在社交媒体发帖指出 冠病确诊者必须从出现症状的第一天起 进行为期5天的隔离 那么在确诊者呢 隔离完5天之后 卫生部也建议继续呢 采取防疫的这个措施 其中就包括了出门时要佩戴口罩 保持室内通风 避免停留在拥挤场所 避免拜访高风险群体 使用消毒的这个洗手液 或是肥皂来勤洗手 直到第10天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